觉醒之后第四章 我们通过体验束缚 获得解脱 幻觉本身 我们紧抓着不放的信念 正是通过自由的大门进来的 我们只需要穿越它们 而不是紧抓不放 或把它们推开 我们不可相信它们 但也不可逃避它们 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刻 有过一次觉醒的体验 从此以后 就再也不会被思维的幻想所束缚 那真是太好了 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事情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或许 对自己的真实自信 有着深刻的认识 明白头脑本身 只是一个梦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被想法所蒙蔽了 某些想法还会继续浮现 我把这些叫做魔术贴想法 那些会在特定的情形中浮现 把我们给牢牢粘住的自发性想法 这类想法会导致我们立即 重新认同于自己的思维模式 它可能是一个批判性的想法 一个让人觉得羞愧或卑微的想法 或者一个让人觉得愤怒 或想要指责他人的想法 觉醒之后 某些粘性的思维模式 依然会再次浮现 这一事实 或许会让许多人觉得有点失望 他们一度认为 如果他们有过真实的觉醒 就再也不会相信 那些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想法了 但这并不是真的 真实的情形是 我们的灵性觉醒越成熟 就越能看穿自己的想法 也就越不会被想法所束缚 有人曾经问 尼萨·加达塔·马哈拉 我最喜欢的一位印度圣人 自我人格 会不会在他身上出现 他若无其事地说 他当然会出现 但是 我立刻就能看清 他只是一个幻觉 并把他弃之一旁 这个回答真是让人太高兴了 就连到达了像尼萨·加达塔 那样的灵性高度的人都说 旧有的制约 永远都有可能再次浮现 他只是在他浮现的同一刹那 认出他是虚幻不实的 在这一洞见中 他轻轻把他弃之一旁 于是他就这样消枉了 只有像尼萨·加达塔这样的人 也就是灵性觉醒 已经非常成熟的人 才能够这么做 但是大多数人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做不到这一点 就算他们曾有过 非常深刻的觉醒经验 事实上 某些最深层 最紧绷的思维模式 也会在我们 刚刚获得觉醒的时候 浮现出来 这并不是什么 非同寻常的现象 有时候这种情况 会让人大吃一惊 觉醒之际 所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情是 我们用来压抑 自己的外壳被截掉了 我们发现 自己很难再隐藏任何事情 在觉醒的余波里 一些非常顽固的思维形式 或许会浮现出来 那些我们曾经压抑得很深 试图忘却的事情 但是现在 我们内心里的一切 开始进入存在之光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某些想法 具有粘住我们 把我们拉入 暂时的认同状态中的能力 感谢观看